记者冯一宁台北报道,女性杨幂佐,六,日在微博祝福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能够取得好成绩,没想到却闹出笑话,杨幂在自己的微博写著,祝所有学子,高考顺利,不复青春,期待你们凯旋而归的好消息。 文章才发出没多久,就有人跳出来说凯旋而归一词用得不恰当,因为凯旋就有胜利归来的意思,后头加上而归显得叠床驾屋,没想到简单四个字却引发网友热烈讨论,凯旋而归也被嫌罗嗦,重复,一番美意都被划错重点。 杨幂得知后,也诚心诚意接受指教,大方承认自己的错误,并且依照网友意思,只留下凯旋二字,杨幂本人也在微博上写著,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,看到有人评论,特意查了一下,凯旋而归是有争议的用词,怕误导考生朋友,还是改一下吧。 杨幂已翻美意却变成用词检讨大会。 翻设自杨幂脸书,杨幂关心考生,献上祝福。 翻设自杨幂脸书,杨幂祝福考生却被抓到用词不当。 翻设自杨幂微博。